身穿淘粉色的富人才剛停好車 突然間後方一台霜在機車撞過來 富人當場倒地 沒有想到摩托車乘客二次車禍 換個角度來看機車被撞倒滑行後 後座的乘客又被並行的休旅車撞擊 頭部受傷被緊急送醫 騎機車就是我看到他有插貨傷 但是他還是就是趕快去 關心閨蜜的情況 因為妹妹就是叫不起來 就是叫沒有反應 但是還是有微微的呼吸 然後後來就送去醫院 就是說情況不樂觀 然後住家復病房 附近住戶坦言撞擊聲很大聲 也趕快協助叫救護車 這期車禍就發生在17號上午10點多 當時有駕照的好閨蜜 騎機車載著朋友沿著一鳴路 要到新竹監禮所練習騎車 沒想到在路上發生車禍 被撞婦人脊椎受傷 後座乘客爐內出血 而如今後座女乘客身分曝光 就是曾經上過綜藝節目的吳孟婷 吳孟婷的爸爸也在社群上心痛血下 目前女兒還在跟死神搏鬥中 預計在29號早上要移開呼吸管 如果情況不樂觀 恐怕永遠離開這個世界 輸不知爸爸早已買好機車 就等寶貝女兒考上駕照 如今一場車禍意外 打亂原本的計畫 監視器畫面也成為不敢揭開的痛 三天新聞張惟靈七月七五頭報導